手機現在流行都要做得彎彎的 像是這個LG的彎曲手機第二代 強打的是背蓋 能夠像金剛狼一樣自動修復 另外三星的S6 Edge曲面機 下個禮拜也要開賣 秀魔拿手機登場 這支手機細看其實很不一樣 把手機排成彎彎的曲線 上我手上這支就是今天發表的彎曲機第二代 從側面看彎曲更明顯 重點是背面也延續刮不快的功能 手機背蓋刮刮刮 神奇的是短短10秒鐘 細小刮痕就會自己修復 被網友戲稱 簡直就是手機界的金剛狼 雖然形容很誇張 但這支手機強打的可不止這樣 秀魔十連拍 超快速對焦 怎麼拍都不模糊 延續手勢自拍功能 除了LG傳出三星 也將出彎曲機二代 蘋果iPhone 6s也有可能跟進 同樣鎖定彎曲螢幕 三星S6 Edge也讓市場高度期待 只不過外媒實測發現 比前一代的S5續航力減少兩到三成 因為成本一定會提高 而且包含你的機身要曲面的話 你的電池也會受到影響 手機續航力跟成本成為彎曲手機新挑戰 另外未來應用怎麼彎的厲害 消費者也睜大眼睛看 東方才能新聞綜合報導